11月12日下午,2017传奇崛起新浪体育5×5足今联赛杭州战继续在浙江财经大学文华校区进行。 在第一场半决赛中,留学生球队Tim Zoft大比分不敌种子球队5月无缘决赛。 足今联赛杭州战继续,Tim Zoft在第二轮就以8比4战胜在浙江业余足坛小有名气的种子球队XJVT外还一路过关杀入决赛,并且在决赛中给对手无跃造成不小危险。 除了这只留学生球队表现不错之外,FC狮子也曾勇闯四强,只是点球击败一汉无缘半决赛。 而Football Loves则杀入第三轮,也是在一场内战中败给FC狮子才遭到淘汰的局面。 在几只留学生球队中,浙江野门队首轮落败是成绩最差的一只。 比赛结束后,Tim Zoft领队橙色中文明说道,球队是由5名索马里加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组成。 他来到浙江读书已经有两年了,不过平时很少参加这种比赛,希望借这次参加足球联赛以后有机会参加更多五人制的比赛。 这时他队友阿明中文明说着,我来到中国也快两年之前,在国内参加比赛踢球的时候氛围很好,二至三百人在球场四周为球员加油。 有名